從第一次開始就沒有太多學校的經費的支柱 因為學校有很多的社團 不太可能為我們學會才編列任何的預算 所以從第一屆開始就是我大一年 決定要開始巡迴一共三個禮拜 我就跟我的隊長有一個騎個搶踏車 到很多的樂器店去拿贊助 有時候去一些辦一辦書的書店 真的是常見人間能 有的商家可能會說 是大了 然後我曾經到一家書店 跟那個老闆娘說 是大買的店上就 然後從這個盒子裡拿出來 把他拿了我的手把 我們也到一家 目前國內最大的樂器的公司 去見他們的朋友科長 跟科長抓在辦公室上腳下 拿出個煙 哦 知道 知道 必須都必須給我買樂器啊 你看 所以 不過 這十十年來 這些國學們出來 全部也是靠他們自己 想去辦法 這裡去找 在社會內 去找個支持等等 所以我要這邊 非常非常的感謝 支持你們 一直給我最多最多支持的 就是我們的 這個奔法媽祖國 叫其敬畏 非常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同學們學會了 怎麼樣去做計劃 怎麼樣去處理好 所有時候的這些事務 那麼 甚至整個行程到哪裡去演 怎麼樣去生氣場地 全部都同學們自己去做 而這個 我在旁邊就是 冷眼看著 然後 有什麼錯誤的時候 就罵一罵人 這樣 你特地還生氣啊 不過 聽過這樣之後 我們同學 就一戲之間 就立刻成長了 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 這四十年 真的是 非常值得的收穫 那 接下來 我要問各位演出這首 《十成之五》 時間追試了 不過 這個音樂會 這個音樂完了之後 我們會有十分鐘的休息 那麼 我這裡有兩個秘密要告訴大家 第一個 就是 我們下半場 還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好聽的音樂 所以這個秘密要先告訴我們 還有我們也準備了很多的Encore 因為 在很多的文化中心表演的時候 他們有時間限制 都讓我們超過十點鐘 昨天我演 在苗栗我演到九點五十九分 四十秒 剛剛好 不過這個 今天製作這個場景 是我們自己的愛演 到今天都可以 所以 我們Encore 就太遺難 另外一個秘密 是告訴你 在下半場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小小的抽獎的活動 那麼 我剛說過 所有的新配料都自己自己來抽 所以 同學們也準備了我們很多的 DVD啊 CD啊 T-shirt啊 還有什麼 籤筆啊 等等等等這些 周邊產品 在外面進口這邊有一個長桌 這邊 這個是要送給大家的 你們待會就可以去拿 不過就麻煩你拿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捐款 這個捐款 四百塊可以來張DVD 這個 還有捐款四塊錢 可以來張DVD 這個節目單 我們待會兒用節目單 來做抽獎的活動 這個節目單 是我同學們 非常非常費心去寫的 你們內容非常豐富 比他們交的報告 還好上十倍 非常值得收藏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的 因為我們這些 都是非常年輕的 這個未來的音樂家 我特別安排 音樂會完之後 讓他們在前面 給一個簽唱會 在人質節目單上面簽名 你今天花十塊錢 買一張節目單簽名 十年後 你要用一萬塊 要買給人家 讓他們成名之後 好 所以 最後兩個命令告訴大家 好 為各位帶來 接受職誠職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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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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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